一个人的磁场,本来是固定的,因为身处于世俗当中,所以磁场时时刻刻都会发生改变。 你靠近了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就会活成什么样子? 遇到贵人,碰到机会,多半就发家致富了。 遇到小人,碰到坏事,多半就倒了,人在世俗中,还是不要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碰不该碰的东西。 如果不慎招惹上他们,很可能会导致厄运的降临,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并避免一下四种脏东西。 不要招惹人是人非,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很难捉摸,而且容易产生纷争和矛盾。 在外面尤其是陌生的环境中,避免与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是明智之举。 不要轻易参与陌生人的争吵或纠纷,更不要招惹那些性格古怪,心思难测的人。 与人和睦相处,保持善意和耐心,往往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厄运,不要碰,让人上瘾刺激的东西。 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让人上瘾的事物,如赌博、赌品、赌局等,这些东西看似能够带来刺激和快感。 但实际上是陷阱,往往会让人一发不可收拾,陷入深渊。 如果你在外面接触到这些东西,要坚决远离,切勿触碰,否则很可能会陷入泥脑。 难以自拔保持清醒的头脑,远离诱惑,才能避免带来的恶运。 不要参与到低劣的圈子当中,社交圈子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念。 如果你参与到低劣、不道德的圈子中,很可能会受到恶劣影响。 迷失自我,例如涉足黑社会、犯罪团伙或不良社交圈,都是极其危险的。 这些圈子往往充斥着犯罪和暴力,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恶运。 保持高尚的社交圈子,结交善良和正直的朋友,将有助于远离陷阱。 不要被割韭菜的陷阱欺骗了。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诈骗和欺诈行为,有些看似利大于弊。 实际上是割韭菜的手段,例如投资骗局、高息贷款等都是常见的陷阱。 如果你在外面被这些陷阱诱导,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财务损失,甚至丧失家产。 因此在进行任何重大决策之前,务必慎重考虑,不要被高额回报所吸引,以免带来不可挽回的厄运。 在外面生活,我们要时刻警惕,不要轻易招惹那些脏东西。 保持谨慎和清醒的头脑,远离冲突、诱惑、不良圈子和陷阱,才能够减少厄运的发生。 保持平稳的生活轨迹,命运常常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懂得避免这些脏东西,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永远记住,钱是会选人的,钱偏爱漂亮的人,靠近温柔的人,选择心态好的人,追随干净的人。 金钱并不单纯地被外表所吸引,而是被内在美吸引。 这里的漂亮的含义,并非表面的容貌,而是指内心的美德、善良和智慧。 金钱往往偏爱那些拥有高尚品质的人,这种内在的光辉能够让财富在他们周围流动。 这是一种品质的吸引力,是灵魂的辉映,使得金钱愿意在那里停留,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真正的价值。 金钱偏好与温柔的人为伴,是指内心的柔韧和宽容。 温柔的人通常擅长建立深刻的人际关系。 这种亲和力是财富渴望的土壤。 当人们以温和的态度对待财富,将其用于善良的目的时, 金钱就能够在这片温情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金钱追随干净的人,这里的干净不仅仅指身体的清洁,更包括道德和伦理的清白。 金钱总是倾向于与那些坚守道德原则,诚实守信的人为伴。 这种清白不仅在金钱的获取上起到关键作用,也在金钱的使用中显现出来。 只有那些以干净的方式处理财富的人,才能够真正善待它,用之造福社会。 金钱并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工具,更是心灵的反应。 它具有情感,有选择的能力,它知道去哪里,寻找何处。 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内在美德,如智慧、善良、温柔、乐观和诚实。 以吸引金钱,以更高尚的品质和态度去引导它,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有意义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理念也得到了验证。 例如那些从事慈善事业的富人,他们用财富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 这是金钱与善行相结合的完美例证。 还有那些因坚守到的原则,而赢得信任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往往能够长胜不衰。 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各舟,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 上天总是以神秘的方式运行。 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某件事。 然而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有些事情上天让我们做不成,但那未必是坏事,可能是在保护我们。 我们失去的未必是货,而且得到的也未必是福。 许多人追求财富,权利和地位,但当他们得到这些东西后,却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空虚,压力山大。 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各舟,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自己的选择要做。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选择不同的路,而错过某些人或者事情。 但是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此而后悔,因为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缘近就会分开。 我们不能因为生活的挫折,而失去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需要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生活中会出现的所有可能。 我们不能因为得到的东西而自满,也不能因为失去的东西而沮丧。 我们需要珍惜当下,感恩每一次的相遇每一段的经历,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到我们的位置,找到我们的幸福, 让我们都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得失,去接受变化,去珍惜当下,去追寻幸福。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活出自己的人生,真正地了解这个世界。 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我们唯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去做好我们自己。 现代生活的悲剧就在于我们想要得太多,却珍惜得太少,真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在得到更多的东西上。 花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常常会为了生活的琐事和压力而焦虑,而忽视了生活中的美好。 当我们忙于工作和繁琐的日常事物时,我们常常会忘记去欣赏身边的美好,我们需要懂得珍惜,去欣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而不是总是去追求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相逢的意义在于照亮彼此,不然的话,一个人喝茶也很浪漫,一个人吹风也很清醒,缘分本来就稀薄寡淡,相伴一程已是万分感激。 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没有谁能一直陪着谁,只要同行的时候是快乐的,就是好的相遇。 至于怎么走散的并不重要,人生之中,一路上会碰到无数个人,有的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有的人走入我们的生命中,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欢心与快乐。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能够在某一时刻相遇,甚至是相爱。 一定是攒足了缘分,才有今生今世的驻足和停留。 缘分这个东西,有时来说,是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冥冥之中感觉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人生有时不要特意去抢求,去追求缘分,有缘自然会遇见,无缘对面不相逢。 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一趟单程列车,生命的继续一定是成长。 彼此之间能够照亮,已经实属幸运,为何要求永恒?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 人与人的遇见,无论遇见谁,其实都是一场美丽的邂逅,都是一场千年等来的缘分,都应该心怀感激。 每一个人的遇见,都会教会你一些东西。 爱你的人,使你在冷漠无情的世界更加热爱生活。 恨你的人,使你明白了不是人人都会喜欢你,使你学会了反思和成长。 每一个人的出现,其实都会照亮我们的生活,从而促使生命的成长,心灵得到修炼和提升。 其实应该要感恩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有了他们方能成就今天的我们。 至于说人与人之间相处时间的长久,一切都是有时间的,有的只是短暂的相遇。 从此各奔东西,有的人赔了一成又一成,有的人离开了又回来,依然在身旁。 佛说若无相欠,怎么会相见? 或许每一个人今生来还前世的债务。 今生缘分已尽,注定要离开。 缘分本身就是因缘而定,没有什么天长地久。 只是生命曾经在某一个时刻点亮了彼此的生命。 以后各自有自己真诚的方向,注定有一天会分离。 人生不要为离别而过多的悲伤难过。 只要曾经在一起享受过美好的日子,一切已经非常宝贵。 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因为谁也不知道哪天或许最后一次相见。 能用力爱的时候尽情爱,能畅所欲言就通宵达旦。 互素中长,眼只有装瞎,才不会流泪。 嘴只有装哑,才不会惹祸。 人只有装傻,才能活得轻松。 修来的都是福,争来的都是祸。 生活总是先苦后甜,熬过低谷繁华自现,原来糊涂一生才是赢家。 钟哪怕是明白的时候也要装得糊涂点,会避免很多麻烦,也不会活得太累。 努力做一个,瞎子聋子,必要时做一下哑巴也可以。 做人一半装傻,一半装哑,有些事情明白就好,不用去拆穿。 稀里糊涂或许可以减少一些矛盾。 聪明难,糊涂更难,难得糊涂。 人要有装傻的本事才过得轻松。 出来不知人间苦,回头已是苦中人。 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么选择都逃不过宿命的安排。 都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可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时间治愈的只是皮外伤。 有些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孤独,而是你的选择。 再难跪着也得走完。 人在外床,生气不如争气,翻脸不如翻身。 时间在不断地筛选你身边的人和事。 不会有人永远陪着你,但是永远会有人陪着。 生活可以粗糙,岁月也可以不温柔。 人心可以粮薄,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不爱自己。 人生最艰难的路是心路,最难放下的事是心事。 最难控制的情是心情,最难言语的痛是心痛。 原来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明白。 人的一生,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尽量少做。 一件是用自己的嘴巴去干扰他人的人生。 一件是靠别人的脑子来思考自己的人生。 生活各自不易,个人所求不同。 误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误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 人与人之间,不该管的事,尽量别管。 不该生的气,尽量别生。 有时候知道的越多,未必是件好事。 要知道发现了真相,疼的事心,穿了谎言。 冷的事情,生活的苦,没有必要到处说。 可能你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一些到处到是非的人。 毕竟听故事的人多,看笑话的人更多。 懂故事的人少,用装去维持的关系。 苦的只是自己。 懂得装的人不是闷在心里,是淡在视力。 当你什么都不在乎了,根本不用装,是真的不屑理睬。 人生路漫漫,困难和挫折会来,但也会过去。 眼泪会流出来,当然也会收回去。 愿你每个努力拼搏的日子,都能被温柔对待。 我曾讲过,人生不过三万多天,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每个人都想要抓住更多的东西,都想要快一点得到更多的东西。 但现实就是,越是太多的人想要抓住,就越是太多的人抓不住。 太多的人越是想要快,就越是不快。 只有少数人,能够抵制住自己内心的人性缺陷,才更有可能成功。 二八定律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想要快很简单,想要慢却不容易。 人最傻的行为就是急着要结果,得不到便又急又闹。 殊不知老天安排的,比你自己选得更好,更周到。 冥冥中自有天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管什么东西,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 想要美好的东西,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可惜大多数人耗费一生都不懂得这个道理。 小的时候想要快点长大,长大了以后想要快点买房买车结婚。 等到这些都完成以后,又有了更新的目标,又想要快一点完成。 若是有福的人,虽说这条路比较急促,但好在人生也算平稳。 若是无福之人,这条路不仅走得急促,而且还容易陷入各种陷阱之中。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能够着急来的,大多不是什么好结果。 凡是好的都能给人希望的,都是慢慢来的。 有人说当自己的境界提升以后,好像能够用心去感受外界事物了,而不是用眼睛匆匆地看一眼。 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太阳东升西落,用心去感受四季轮回,用心去感受花开花落,用心去感受吃进嘴巴里面的食物真正的味道。 用心去过好每一个当下,这种滋味,甜淡而美好。 在这个当下,世纪是缓,时间总是一样的流淌,慢一点,让自己种下的种子去生根,去发芽,去成长。 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其生长定律,斗鸣之中自有天意,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抢求根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终迷失在求而不得的失落当中。 越是想要越是得不到,就越是痛苦能够顿悟的人,懂得放下以后,一念之间便能得到救赎。 不能顿悟的人,一生都深陷其中,学会放下,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掌控你。 你仍然是那个你,是哪个生于天地间,内心豁达自在的你,凡事顺其自然,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去惊叹,不要去幻想你未曾到达的山顶。 那只是虚假的美好耐心点,美好都会如期而至,世间一切皆为空欢,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你,唯一属于你的,就是活着的每一个瞬间。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过客,从出生到离去,我们只能带走一颗平凡的心和沧海一宿的回忆,因此不要执着于物质的拥有与失去。 那些虚妄的荣华富贵,终究都是一场空欢喜,而真正属于我们的,是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活在当下品味人生的点滴,才能真正体会生命的美好每一天。 每一刻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此时此刻,感悟每一个瞬间的真实与美好,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不要为了未来的虚幻而忧虑,也不要为了过去的烦恼而埋怨。 唯有珍惜现在,我们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人生如一场华美的舞台。 我们演绎着自己的角色在这漫长的戏剧中,有人扮演主角,有人担当配角,有人掌控着幕后,终究我们都会迎来大幕的落下。 结束这场表演,在此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活出每一个瞬间,将人生演绎的精彩分成。 珍惜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意味着懂得感恩,感恩生命赐予我们的一切。 感恩遇到的每一个人,感恩生活的点滴滋润,生命的路途上,或许有坎坷与风雨,但正是这些精力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瞬间都值得感激,因为它们是我们成长的见证,活在当下,让生命充满无限可能,不要被过去的遗憾所困扰,也不要为未来的未知而忧虑。 只有把握当下,把每一个瞬间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才能让生命焕发出绚丽的色彩。 活着就是一种奇妙的体验,珍惜每一个瞬间,我们才能活出精彩的自我。 在日常生活中,受委屈是常有的事,遭人诽谤的事也会遇到,那么应该如何面对呢? 同样见仁见智,有些人受不了委屈,或听到他人诽谤,立刻火冒三丈角全相向。 其实这正是为难你诽谤你的人所需要的结果,但如果采用无变,傍言自息,重伤你的人就算挑起事端也没有扩大的机会。 自然轻者自轻,浊者自浊。 用我的话来讲,吃的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是真实不虚的事实。 而佛家有言,不争不辩方,显胸怀。 这也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智慧,即面对他人诋毁,诽谤,流言等非理行为。 尽量平静心气,不去论争,辩解,让他人一步自己多吃亏些。 否则针锋相对,轻者结仇重者大打出手。 两败俱伤,当然人都是有情绪的。 面对他人挑衅,为难,诽谤,不生气,不愤怒不太可能。 但人生在世,岂能事事皆顺自己心意。 细观生活,矛盾情愁处处有。 恩怨是非时实在。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也有缺点,也会在自己不知情况下冒犯他人,或在不经意中侵犯他人利益。 因此与不满之事动辄渊渊相报,拳脚相向针锋相对。 非但抚平不了心中创伤,还只能将双方捆绑在无休止的争斗中。 而增添怨气、怒气,直至两败俱伤。 风物常一放眼凉,一个人只有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 心有定力,才能不惧风浪。 当然,制怒也很重要。 一个人要有能伸能趋的胸怀,才能吃得小亏。 忍辱负重,而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 学会控制,学会忍耐,学会理智,处理问题。 则是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大胸怀的显现。 生活中常常碰到,该不该讲老实话的难题。 很多人认为自己一片真心。 讲了实话但听的人却不一定喜欢听。 而且听了以后还可能不接受。 所以常常有人讲半真半假的话。 甚至讲空话、大话、假话、谎话。 其实这种风气是十分有害的。 也是影响团结、阻碍人与人交流的一种坏风气。 讲实话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 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都不讲实话。 总讲些空话、大话。 甚至假话、谎话。 那么许多社会判断就会失真。 许多举措行为就会失效。 整个社会就会失范。 讲话是需要讲究艺术的。 表达讲究技巧也是正常的。 但不能在内容上不讲实话。 在内容上不讲实话, 就不是技巧和艺术的问题, 而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 因此在生活中还是要以。 老实不客气地说, 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其实做人就是做品德。 做老实人, 办老实事, 说老实话, 不是说说而已。 而应该是每个成熟之人 健康的内心道德底线。 人的底线, 主要是指思想上 是否是健康、进步的。 道德上是否是高尚、纯洁的。 行为上是否是遵纪守法的。 人一定要坚守住这三方面底线。 如果突破底线, 就会失去自尊、操守。 沦为低俗堕落的奴仆, 沦为讲空话、 大话、 假话、 谎话的虚伪之人。 实事求是决定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低。 一个人的磁场, 本来是固定的, 因为身处于世俗当中, 所以磁场时时刻刻都会发生改变。 你靠近了什么人, 碰到了什么事, 就会活成什么样子。 遇到贵人, 碰到机会, 多半就发家致富了。 遇到小人, 碰到坏事, 多半就倒了, 人在世俗中。 还是不要去不该去的地方, 不要去碰不该碰的东西。 如果不慎招惹上他们, 很可能会导致厄运的降临。 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并避免一下四种脏东西。 不要招惹人是人非, 人际关系错综复杂。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很难捉摸, 而且容易产生纷争和矛盾。 在外面尤其是陌生的环境中, 避免与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是明智之举。 不要轻易参与陌生人的争吵或纠纷。 更不要招惹那些性格古怪, 心思难测的人。 与人和睦相处, 保持善意和耐心。 往往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厄运, 不要碰, 让人上瘾刺激的东西。 现代社会充斥住各种让人上瘾的事物, 如赌博、 赌品、 赌局等。 这些东西看似能够带来刺激和快感, 但实际上是陷阱, 往往会让人一发不可收拾, 陷入深渊。 如果你在外面接触到这些东西, 要坚决远离, 切勿触碰, 否则很可能会陷入泥脑, 难以自拔保持清醒的头脑, 远离诱惑, 才能避免带来的厄运。 不要参与到低劣的圈子当中, 社交圈子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念。 如果你参与到低劣, 不道德的圈子中, 很可能会受到恶劣影响, 迷失自我, 例如涉足黑社会, 犯罪团伙或不良社交圈, 都是极其危险的。 这些圈子往往充斥住犯罪和暴力, 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恶运。 保持高尚的社交圈子, 结交善良和正直的朋友, 将有助于远离陷阱, 不要被割韭菜的陷阱欺骗了。 现实生活中存在住各种各样的诈骗和欺诈行为, 有些看似利大于弊, 实际上是割韭菜的手段, 例如投资骗局, 高息贷款等都是常见的陷阱。 如果你在外面被这些陷阱诱导,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财务损失, 甚至丧失家产。 因此在进行任何重大决策之前, 务必慎重考虑, 不要被高额回报所吸引, 以免带来不可挽回的厄运。 在外面生活, 我们要时刻警惕, 不要轻易招惹那些脏东西, 保持谨慎和清醒的头脑, 远离冲突、诱惑、 不良圈子和陷阱, 才能够减少厄运的发生, 保持平稳的生活轨迹, 命运常常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懂得避免这些脏东西, 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我们顺利地完成一项任务, 或者度过一个艰难的时刻后, 往往会感到轻松和安慰, 但是不要忘记曾经的困境, 这是因为困境和挫折是人生的一部分, 它们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在顺利的时候, 我们应该回首往事, 感恩曾经的困境, 反思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并对未来充满信心与谦卑。 在得意时, 我们应该保持谦虚, 不要过于张扬和自满, 通过自行, 审视自己的得意之处, 并寻找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这样我们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 同时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 在顺利时, 我们应该感恩并宽容他人, 回向曾经的困境, 体会生活中的起起伏伏, 并将这些经历用于培养感激之心和宽容之态。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别人的困境, 并给予他们支持与帮助。 背叛和辜负是人与人之间难免的矛盾和冲突, 但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处理这些负面情绪, 以便能够继续过上积极向上的生活。 我们要以善良的心态面对背叛和辜负, 让时间和因果来平衡一切。 首先要明白, 怨恨别人只会伤害自己, 怨恨是一种消极的情绪, 它会让我们心中充满痛苦和仇恨。 当我们怨恨别人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添加一份负担, 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审重, 与其审禁在怨恨中无法自拔。 不如放下怨恨, 选择宽容和释放。 当我们不再怨恨他人, 我们的内心就能得到解脱, 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停止付出是处理背叛和辜负的有效方式。 当我们遭受背叛和辜负时, 我们常常会感到失望和痛苦, 但是只要我们停止付出, 不再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对方身上, 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到平衡。 停止付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得冷漠和无情, 而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再让别人伤害到我们。 当我们停止付出时, 我们也给了对方一个机会去反思和改变, 让生活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发挥作用。 生活自会给他们惩罚, 这是因果有轮回的表现。 人们的行为和选择都不会逃避因果的审判。 当一个人被判和辜负了别人, 他们所做的一切将会带来相应的后果。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看到这种惩罚的发生, 但我们应该相信宇宙的公平和正义, 不需要去主动报复或者追求什么样的惩罚, 因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只需要顺应因果, 保持善良和正直的心态, 让时间趋他该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间是一种治愈的力量, 它能够冲淡一切痛苦和伤害。 当我们遭受背叛和辜负时, 时间会帮助我们慢慢忘记痛苦, 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时间也会给那些背叛和辜负我们的人, 带来反思和成长的机会。 或许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或许他们会经历类似的痛苦和伤害。 无论如何, 时间会给予每个人公平的待遇, 让一切都变得公正而平衡。 在面对背叛和辜负时, 我们要学会放下怨恨, 停止付出, 让时间和因果去处理一切。 我们不能让父面情叙述父自己, 而是要选择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只有以善良和宽容的心态来面对背叛和辜负, 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 相信因果的轮回, 相信时间的力量, 我们就能够走出背叛和辜负的阴影,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如今充满宣漠和浮躁的社会, 珍惜福报似乎成了一种被人遗忘的智慧。 然而正是这种智慧, 能够为我们的内心带来平静与力量, 同时也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盛与有意义。 我们要善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将这份福报用智慧和慈悲与他人分享, 正如一池清泉, 在不断滋润自己的同时, 也滋养住周围的土地和花草。 这样的人生态度, 不仅能够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宁静, 也能够在身边转播出温暖的光芒。 我们不要浪费一粒一滴, 因为这一切都是过去积累的福报的结果, 这种从细微之处体现出的善心。 让自己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小善行都有可能积累成大的福报。 我们都要思考自己的人生, 开始从日常生活中寻找那些被忽略的珍贵。 每一顿饭, 每一次喝水, 每一件衣物, 都是一种福报, 都是过去善因的体现。 珍惜与家人的相聚时光, 不再将忙碌和工作压到一切。 在日常中多做些小善行, 无论是帮助他人, 还是关心身边的人们。 福报并不仅限于个人的收获, 更包括对社会和大众的回馈。 即使拥有十分的福报, 也应该只享用其中的三成, 将其余的用于回馈社会。 这种回馈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人分享到福报, 也能够在无形中增加我们自己的福报积累。 施比寿更为有福, 身处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 我们时常被所视何宣所累, 却很少停下来思考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 珍惜福报不仅是对过去的感恩, 更是对现在生活的满足。 每一次善行, 每一份感恩, 都是一种积累, 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体会其中的珍贵。 珍惜福报并不仅仅是停留在感慨, 更需要付诸于行动, 无论是小小的举动, 还是大大的善行, 都能够在日常中传递出珍惜福报的理念。 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福报回馈社会, 让更多的人受益珍惜福报。 不仅是一种智慧,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通过感恩与回馈。 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从容, 用心去体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 用善行去转地温暖, 用感恩去铺就通往内心宁静的道路这样, 我们就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中, 获得更多的珍贵福报, 也能够将这份珍贵的福报延续下去, 影响更多的人,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然而面对这些困境, 我们需要积极应对, 而非消极抱怨。 我曾经说过, 不要经常说自己身体不好, 脑子不行, 命不好等消极的话, 会自证欲言。 这句话深刻地提醒我们, 心态决定命运, 消极的话语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然而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要学会接受和善待自己。 身体不够健康, 就去锻炼和调整饮食, 脑子不够聪明, 就多读书多思考, 命运不够美好, 就努力奋斗去改变。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会积极面对困难, 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一切障碍, 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 往往会成为现实。 如果我们总是抱怨自己的不足和缺点, 那么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朝住这些方向发展。 相反, 如果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战胜困难, 实现自己的梦想。 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但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未来, 设定一个美好的愿望。 这个愿望不应该是遥不可及的, 而应该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 我们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当我们遇到挫折和失败时, 不要轻易放弃, 要坚信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不要被消极的情绪所左右, 我们应该相信自己, 为自己的未来设定一个积极向上的愿望, 并努力去实现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生活中, 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自卑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套, 套住了自己的自由与快乐。 请解开内心的心结, 打开自设的牢笼, 使内心走出自卑,走向自由。 自卑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品质评价过低, 从而让人失望、忧郁、不安或者自闭等。 人们极容易被自卑心理所控制, 从而让内心处于一种被压抑的失望的状态。 这会对人们向往自由快乐之心形成障碍, 甚至是伤害。 其实自卑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套, 套住了自己的自由与快乐。 自卑的心理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心结有关。 解开内心的心结, 打开自射的牢笼, 内心便会走出自卑, 走向自由。 自卑每一个人都会有, 引起他们自卑的因素可能是丑陋的外貌, 可能是贫穷的家庭, 也可能是没有取得过巨大的成就。 如果总是在想, 我真的不辱别人, 真的挺差的, 那你就没救了。 但如果你勇敢地走出去, 你会发现原来让自己在乎的自卑的事情。 其实沈默也不是, 清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 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走投无路来投奔虚云大师, 大师收留他, 让他在柴房住下了。 年轻人很勤快, 天未亮就去开垦种菜, 从早忙到晚, 干活的时候也不理会周围的人, 一心一意地忙货菜地。 后来他对佛学产生了兴趣, 想跟住大师学念佛。 一次年轻人趁虚云大师巡视的时候, 不断叩头请大师教他念佛, 但又自信心不足。 虚云大师开导, 不要自卑而生退心, 也不要去学人家聪明人。 后来年轻人抛弃自卑一心向佛, 终于成就了自己, 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自卑其实是套住了自己, 没有信心去做事。 虚云大师开示, 无论修何种法门, 都要信心坚固, 把握住行得深, 方能得圆满的利益。 信心坚固持咒课程, 参禅课程, 念佛课程, 都是一样。 若信根不深, 只凭自己的微小善根, 博学智慧, 或记得几个名相, 几则公案, 便胡说乱道, 谈是论非, 只是增长夜席, 到生死关头, 依旧寻夜流转, 岂不可悲, 心不坚万事不能成, 给自己一些信心, 不用纳摩自卑, 因为有些事强求不来, 那就顺其自然吧。 当你活在自我的小世界里, 将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全世界, 因为你只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却不知道周围的人, 根本就没像你想的那样看待你, 与其哀怨不如打起精神来, 好好为自己的明天努力, 相信自己, 你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美好。 虚云大师曾说, 想用功办道, 先要一个坚固信心, 信为道元功德母, 无论做什么事, 没有信心是做不好的, 我们要了脱生死, 尤其要一个坚固信心, 只有坚固了信心, 自卑感才会越来越小。 还有一则小故事, 也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摄位城的北面, 有一条河流, 沿岸有一个村庄, 佛陀特地跑到对岸去弘法, 佛陀的威仪, 令村民肃然起敬, 但他们却不信佛法, 后来佛陀离开摄位城, 舍利弗想亲近他, 就远远地跑来, 但是佛陀已经过河去了, 河水湍急地流住, 舍利弗看住佛陀的背影, 充满信心涉水而行, 在中流, 河水很深, 波流动荡, 但是舍利弗专心一意, 提起精神一步一步地走住, 波浪吓不到他, 最后他竟走到对岸, 舍利弗来到佛陀面前, 佛陀慈祥地望住他, 眼光充满赞美鼓舞的神色, 佛陀对他说, 你是一个智慧者, 有信心, 肯精进, 可以学佛, 成佛, 普度众生, 舍利弗赡养佛陀, 欢喜极了, 村民听了佛陀的话, 看见舍利弗的异迹, 都对佛法生起信心, 由此可见, 信心才是开创一切的第一步, 你的自卑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对别人来说不会有任何损失, 所以不要被自卑所牵绊, 应该还自己一颗自由心, 一颗坚固之心, 内心一旦失衡, 心底的宁静就会在瞬间失去, 人们就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归宿,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劫难, 我们也许觉得自己太过渺小而无法改变现实, 既然无法改变, 那就从容些吧, 从容至少还能让人保留内心的安宁与简单, 不至于让心随劫难而流浪, 我常常告诫世人以心智克服难处, 旁能将现在环境的苦乐顺逆一切放下, 无所挂碍则顾至善, 但是切实能够如此的, 千万人中也难得一二, 因为我们是处于凡夫的地位, 在这城市之时, 对于身体、衣食、住处等, 以及水火刀兵的天灾人祸, 处处都不能不有所顾虑, 唐使身体多病, 衣食住处等困难, 又或常常遇着天灾人祸的危难, 皆为用功半道的障碍, 若遇免除此等障碍, 必须兼修药师法门以为之资助, 即可得到药师经中所说, 消灾除难离苦得乐等种种利益也,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这是生命的一种魔力, 仲田正义本是日本大政昭和时代的自由律排剧诗人, 年幼时目睹了母亲自杀的情景后, 心灵埋下了阴影, 但不幸的是, 长大之后他的弟弟和挚友又先后自杀, 所以他的精神极其苦闷, 加之后来生活困顿, 于是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之后他想尽各种办法自杀, 服毒、卧轨、跳海, 但是都没有成功, 在一次卧轨不成之后, 他灰心丧气地来到报恩寺, 见到住持之后, 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并抱怨道, 生活对我太不公平了, 我想死都不成, 可是活着又实在没有意义, 不如你收留我吧, 住持说, 既然你死不了, 就证明我佛慈悲在拯救你, 既然这样, 你有办法帮我吗, 要不你教我坐禅吧, 或许我可以得到解脱, 众田正义说, 住持回答道, 即使坐禅也没有用, 众田正义说,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坐, 住持回答说, 就是因为没有用才要坐, 众田正义听了住持的话后, 陷入了沉思, 之后再也不曾产生轻生的念头, 并创作了下面的自由律, 躺在也许就此死掉的土上, 缠生是否在着思索, 在生亡之间的血下个不停, 一直走, 走到倒下去为止的路边草, 老是不死, 所以剪指甲, 能安静地死的样子, 草也枯了, 愈鸣愈短地重织命, 人活着不是为了用处, 而是为了活着本身, 每个人的价值, 都是绝对的, 只要坚持自己崇高的价值, 接纳自己, 磨砺自己, 给自己成长的空间, 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无价之宝, 很多时候, 你觉得心里的情绪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你无奈又无力, 其实那些纷扰都是杂草, 只有除去心头的杂草, 播种美德和智慧, 你才能获得一份宁静, 除去心头杂草就要自我约束, 佛家称之为戒, 佛法之中, 是以戒为根本的, 所以佛经说, 若无境戒, 诸善功德不生, 但是受戒容易, 得戒为难, 持戒不犯更为难, 今若能依照药师法门去修持力行, 就可以得到尚品圆满的戒, 假使于所受之戒有毁犯时, 但能至心诚恳持念要是佛号并离境供养者, 即可消除犯戒的罪, 还得清净, 不置在堕落在三恶道中, 人们想要培植美德成就自身, 就不要让外界环境成为你的绊脚石, 慧能禅师有一个弟子, 只知每日打坐, 于是禅师问道, 能否告诉我, 你为什么终日打坐啊? 弟子回答道, 师父我在用心参禅, 可是参禅和打坐是两码事啊, 禅师不解地说, 弟子解释道, 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 要控制住容易迷失的本心, 清静地观察一切, 终日坐禅不可躺卧吗? 禅师微笑着说, 你会错意了, 打坐不是参禅, 而是在虐待你的身体, 弟子听后迷茫了, 禅师继续解释道, 禅定不是打坐, 而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宁静, 清明, 可以让你的身心都离开尘世, 如果你无法摆脱外界的干扰, 内心不安而散乱, 即使是终日打坐也于事无补, 弟子问, 那么要怎样才能保持内心的清静安宁呢? 不被外界外物相迷惑困扰, 心里总是思量人间的善事, 心念中就会只有善念, 相反你就会活得愚昧迷失, 切记心生智慧, 处处都是乐土, 心生于痴, 则处处都是苦海, 清明和痴迷本就是行影相随的孪生兄弟, 都受人类意志的支配, 其实人的本性都是清明的,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会迷失自我, 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让心灵蒙上了灰尘, 生命的本源就是生命的终点, 结局也就是开始, 何必为了予己不利的外婴儿给自己添堵, 心体彻, 常在明镜止水之中, 则天下自无可厌之事, 意气和平, 常在历日光风之内, 则天下自无可恶之人, 想让心灵不荒芜, 就要修养美德, 除去内心杂草, 就要耕种美德, 来看这样一个故事, 弟子们围坐在禅师的周围, 等待师父告诉他们人生和宇宙的奥秘, 可是禅师却一直紧闭双目, 两久之后他问弟子, 你们有办法将矿野上的杂草都除掉吗? 一个弟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用铲子就可以了, 禅师微微笑了笑没有说话, 另一个弟子说, 可以用火, 禅师依旧是微笑不语, 第三个弟子说, 用石灰也许更好, 禅师的脸上仍旧保持那副微笑的表情, 第四个弟子说, 你们的方法根本不行, 斩草要除根, 只有把根挖出来才是最好的办法, 禅师示意弟子们不用再争论了, 等他们安静下来之后说, 你们讲的都有道理, 从明天开始, 你们把寺院后面的草地划分成块, 然后按照自己的方法试着除去杂草,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再讨论, 转眼一年过去了, 弟子们再次聚在一起, 寺院后面原来的杂草丛早已变成了金灿灿的庄稼, 原来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把杂草除掉, 于是只好种上了庄稼, 可是让他们吃惊的是, 杂草不再生长, 原来除掉杂草的最好办法就是种上庄稼, 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想让心灵不荒芜, 唯一的方法就是修养美德, 生活就是个五味平, 生命中的每个挫折, 伤痛, 打击都有它的意义, 我们应该坦然接受, 有时候我们只有亲身经历才知答案, 魔力会让人们对生活有所感悟, 一个年轻的僧人问行思禅师, 大师, 生命的真谛是什么? 行思禅师微微笑了笑没有回答, 只是问他, 市场里的菜价涨了吗? 僧人开始没有明白禅师的话, 于是说, 大师, 你答非所问, 我不大明白, 行思禅师说, 回去好好想想吧, 年轻僧人苦思冥想了几天之后终于顿悟, 生命的真谛其实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又有一个僧人来向行思禅师问道, 禅师问他, 你从哪里来啊? 僧人答, 从曹西六祖师父那里来, 行思禅师接着问道, 你来时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僧人摇摇头, 然后又抖了抖身子, 意思是说我已经毫无身外之物, 已经看破了, 行思禅师叹了一口气说道, 爱, 你其实根本没有看破, 只是流于行事罢了, 你不是还带来了很多泥土吗? 僧人反问道, 众人都说你知道人生的真谛, 你可以告诉我吗? 行思禅师回答道, 即使告诉了你又有什么用处呢? 你连自己的本性都把握不住, 追求人生真谛又有什么用处呢? 几天之后又来了一个僧人, 行思禅师照例问道, 你从哪里来? 僧人回答道, 从曹西六祖那里来, 于是禅师继续问道, 你来时带来什么东西没有? 我在去曹西求法之前, 没有失掉什么东西, 所以也就不曾带走。 既然如此, 那你去曹西干什么呢? 我去印证, 如果不是去曹西, 我就不会知道人生的一切奥秘 都在我自己心中, 也就不会知道自己根本不缺少任何东西。 这个和尚就是后来的石头禅师, 只有从容走过生命的魔力, 眼前才是一片新天地, 人们每天都纠结于事实非非中, 其实给自己的空间并不多, 这些让人头大的是非对错, 总是搅扰着人们的心智, 让人们很少有时间去思考自己, 还原自己。 当你遇到是非对错的争执时, 要学会看透纷扰超越是非, 做最真实的自己, 这样才能获得安心。 我曾指点善友, 看透纷扰, 放开怀抱, 看破世间, 宛如一场戏剧, 何有真实, 这是我引用的莲池大师的一句话, 奇异被佛家解为, 世间是不容易看破, 但是看戏就容易体会是假的。 人生如梦境, 梦醒之后, 想想梦里的境界均非真实, 佛在经中常劝我们不要造恶,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明白这个道理, 决定不造恶业, 在世间吃亏上当, 还是欢欢喜喜地接受, 因为知道全是假的, 静宗无比殊胜的特点, 是教我们抓住一个真实的法门, 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超越三界, 一生成就, 为其他任何宗派所无, 其他宗派要向一生圆满成就是不可能的, 假如有可能的话, 华言会上文书普贤又何必求生净土? 中国两千年来, 历代祖师大德, 禅宗大彻大悟, 交下大胎圆解, 最后都念佛求生净土, 此乃彻底觉悟之人,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念佛是真实的, 佛家对念佛的崇信如此至深, 世人也应该误透其中道理, 还原真我才对, 禅宗六祖获得了一波新印之后, 害怕别人极度迫害自己, 所以连夜逃走了,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众僧吕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纷纷追赶而来, 一位叫惠明的僧侣最先追上了禅宗六祖, 并假惺惺地说不是为了一波而来, 而是真诚地为了求法而来, 恳请禅宗六祖接见, 禅宗六祖说, 既然你是为了求法而来, 那么请先抛弃一切外援, 断掉心中所有思恋的念头, 过了一会儿, 禅宗六祖接着说道, 你不要想着善, 也不要心存邪恶, 你问问你自己, 你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听了禅宗六祖的提示, 惠明顿时如醍醐灌顶, 大彻大悟, 接着他又请求禅宗六祖 再告诉一下秘密的意思, 禅宗六祖说, 如果我能够告诉你的 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如果你能好好反省自己, 秘密的意思就在你的心里了, 惠明听了感激地说, 我顿入空门已经很长时间了, 却不知道自己的真正面目, 你的指点, 使我感觉到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现在我了解了自己的心, 对自己完全明明白白了, 想要了解自己的心, 要学会时常反省自己, 了解自己, 矫正自己, 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欺骗一生, 才会懂得自己的所想所要, 才会明确自己心中的最终愿望和理想, 才会鼓足勇气一直坚持和努力下去, 才能在纷扰繁繁杂中, 超越是非找到真我, 心很累, 人很匆忙是吧, 但你最大的累, 却来自心头的重负, 每天背着沉重的负担, 匆忙地走, 顾步地静下来想一想, 你怎么能不累, 请静下来, 卸下你的重负, 在宁静的心灵之地好好歇一歇, 佛法探究事物的真实和本来面目, 弘一法师就佛法与其他信徒做交流, 旨在说明佛法的真实, 哲学之要求, 在求真理, 以其理智所推测而得知某种条件极为为真理, 其结果, 有一元, 二元, 唯心, 唯物种种之说, 家已为理在此, 一亿为理在彼, 纷云扰攘, 相匪相棒, 但彼等无论如何尽力推测, 总不出于错觉意图, 譬如盲人摸象, 其生品未曾见相之形状, 因其所摸得相之一部分, 即未视为相之全体, 故或摸其尾便未相如绳, 或摸象其背便未相如床, 或摸其胸便未相如地, 虽因所摸出不同而感觉互异, 总而言之, 皆是迷惑颠倒之鉴而已, 若佛法则不然, 譬如明眼人能倾见全相, 十分清楚, 与前所谓盲人摸象者迥然不同, 因佛法需轻正真如, 了无所谓, 绝非虚妄策夺也, 何谓真如之意义, 真真实实, 平等易如, 无妄情, 无偏执, 理与意想分别, 即是哲学家所预了之之 宇宙万有之真相即本体也, 夫哲学家欲发明宇宙万有之真相即本体, 其制成为可家, 但太无方法, 致枉费心力而终不能达到耳, 无论是希望前进的人, 还是希望获得避风港的人, 都要懂得抓住现在, 如果仅仅是希望找一个能逃避的地方, 那就违背了佛法中万物皆真实的本性, 相传一心大师刚刚遁入空门时, 在法门寺修行参禅, 法门寺是个大寺, 香火非常旺盛, 每天来这里烧香还原的人熙熙攘攘, 这里俨然不是参禅者所说的万丈红尘之外, 一心大师只想静下心神参禅悟导, 提高自己心灵的境界, 可是寺里的法事和应酬太多, 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诵经, 而且一心大师渐渐发现, 尽管自己潜心钻研佛经多年, 但是始终欠火后, 和其他人相差甚远, 身边的人劝一心大师说, 法门寺鸣满天下, 藏龙卧虎, 如果想在这里出人头地比登天还难, 你不如到偏僻的小寺去专心前行参禅, 说不定有更大的收获, 一心大师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至少现在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厌倦了, 于是他鼓起勇气, 向师父辞行, 打算离开法门寺, 方丈听了一心大师的话后, 明白了他的意图, 于是问他, 你觉得太阳和烛火, 哪个更亮呢? 一心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当然是太阳了, 那你是愿意做烛火呢? 还是愿意做太阳呢? 方丈笑着问道, 一心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我当然愿意做太阳了。 方丈听完微微一笑说, 好吧, 既然你愿意做太阳, 那么跟我到寺后面的林子里去一趟吧。 法门寺的后山上, 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 方丈带着一心穿过松林到了山顶, 这里只有一些灌木和灵星的几棵松树, 方丈指着其中最高的一棵松树对一心说, 你看看, 它是这里最高的一棵松树, 但是它能做什么呢? 一心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棵松树虽然很高, 但是树干扭曲凌乱, 乱枝横生, 根本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他说, 像这样的树, 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只能拿来当柴烧。 方丈听完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又带着一心来到了另外一片树林, 这里树木非常茂盛, 每棵树都笔直参天, 刚走进去, 一心就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 方丈指着眼前的这片林子问道, 你知道吗? 为什么眼前的这些树都直指向天呢? 一心想了想回答说, 大概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吧。 方丈语重心长地说, 云云众生, 莫不如此, 像这些松树一样, 为了争得一滴雨露一线阳光, 都奋力向上积极努力, 所以长得茁壮挺拔, 而那些远离群体的树木, 因为没有了这种努力的需要, 因此才会乱生之节。 一心听完后, 明白了方丈的用意, 惭愧地说, 师父我明白了, 法门寺就是我的这片树林, 后来一心潜心苦修, 终于成为一代名僧, 因为害怕而希望求得避风港的人, 不但永远也无法攀上人生的最顶峰, 而且还会给内心增加负担, 放下重负, 让内心回归最初的简单, 你才会走得更轻松。 例像自动 toc披尉与 xo free, 并免送于一堆政治,